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的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 WMO 他公布了一張圖 這張圖做的很有意思 他把全世界過去這一段時間 1月份開始到現在為止 經過了大概五六個禮拜 事實上各位來看 他產生了一些溫度比較多 降雨比較少的一個變化 密密麻麻的 其實都是有點的地方都不正常 像這個正三角形這個地方 事實上今年冬天在1月的時候 在整個北方 在亞洲的北方 特別是中國北方 是比較溫暖的 這個極端的一個偏暖的一個情況 另外在這個我們這邊南方這邊來說的話 雨水在1月份的時候是比較少 那在歐洲來說的話 其實都面臨到 這個創紀錄的這個極端的這個降雨 像英國啊 西歐這個部分 都受到比較多影響 那辦奧運的這個 俄羅斯這個地方反而呢 沒有什麼這個雪 雨量很少 那美國呢就遇到麻煩了 西岸跟東岸兩樣勤 美國的東岸呢 就異常的低溫 降下雪 這是倒三角形 另外呢 在這個地方 美國的西半部呢 在加州 就面臨到百年來的一個乾旱 那另外呢 在南美洲呢 很多地方就遇到極端的一個高溫 澳洲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 他下解了一個對今年喔 一開始2014年 他用一個狂野的開始 一開年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也特別提醒大家 要很戒聖前程喔 來看待今年的一開始 老天呢 一月份就給我們那麼多的一個災難 請大家一定要抱持戒聖前人的心來面對新的一年喔 我休閒給大家看一張 這個就是現在英國的這個動態 好大的一個低壓 這是一個低壓 英國在這個地方 英國現在還持續在下雪 下大雨當中 這個雨呢 而且過去已經有很嚴重的一個洪換了 現在來說的話 有一個大的低壓 你看這個低壓很大喔 這個他的尾巴在這個地方 到整個歐洲 所以整個歐洲呢 一直到英國 都受到這個大的低壓 帶來一個影響 影響真的很大 希望 這趕快走喔 為什麼不會趕快走 因為另外一邊呢 在這個地方就有一個高壓擋在這個地方 所以很多系統就堵在這個地方 像血管不通 堵不過去 在這個地方就爆炸了一樣喔 另外一個是美國喔 美國這兩天其實 美國的東岸有明顯的一個大雪 不過好消息是現在已經明顯的緩和了 昨天這個歐巴馬呢 在這個 公開的一個宣布 美國要花大概 10億美元喔 來做面對氣候變遷 積極的一個作為 不過現在來說的話 這個都是要短時間內 長時間內才有奏效 不過也看得出來 美國很重視這個問題喔 那另外我們亞洲來說的話 今天要最關心的就是日本喔 我們前幾天一直提醒日本喔 日本呢 這個現在有一個低壓在這個地方喔 這好大的一個低壓 事實上前幾天就在台灣的北邊 不斷地冒出來跑到這個日本 那日本呢 不是特別的冷 但是就是說有很多水汽從南邊一直上來 所以就從日本這個地方 下很大的一個雪 其實冷就冷啦 冷有乾冷或濕冷 可是問題是說如果冷 遇到南方面暖濕的一個水汽 就會降下 這個暴雪 就像炸彈一樣 就在日本發生喔 所以日本這次人來說的話 關東地區的雪還要特別留意 而且一直往北海道那個地方發展 那台灣來說的話 今天倒是還不錯 不過有轉變喔 不過沒有那麼的快 各位來看 高壓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明顯轉為偏東風的 所以我們天氣在轉好當中 明天開始請大家 有三天的好時間 請大家好好的把握喔 因為我們已經連續一個禮拜都是 濕濕涼冷的天氣了 今天來說的話 有明顯的一個降雨在整個東半部 不過這個雨勢跟前幾天相比 緩和不少 明天開始會更緩和 不過麻煩是東半部 可能就有一些局部的一個雨勢 因為開始吹東風的一個影響 我們看一下整個天氣圖 其實整個高壓是慢慢的一個冬日當中 所以台灣未來大概三天 大概在禮拜二 晚上之前 所以大概有大概將近三天的時間 是好天氣 那預計下禮拜二晚上有一道封面 各位來看封面 封面就是背後當然就是冷空氣啦 封面會快速的通過 所以晚上會轉有雨 同時又會回到東北激風型的天氣 所以各位看得很清楚 其實下禮拜 大概三四左右有一波冷空氣會下來 接下來又開始又回溫 所以請大家留意 未來這 一個禮拜有一波的變化 前化變化是很快的 要務必要注意身體的狀況 隨著環境做一些調整 明天大概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台灣附近還有一些水氣 所以東半部有一些震雨容易發生 整個雲量還是頗多 那比較好的是禮拜一禮拜二 禮拜一禮拜二 真的是天氣真的會很好 禮拜一 禮拜二的晚上 預計有一波封面開始接近 所以有一些短暫的雨勢在這個地方 禮拜三就麻煩了 這個水氣就會直接進來 所以禮拜三的整天的這個雨勢 全台灣可能都會有雨勢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然後接下來禮拜四禮拜五就北部的一個 濕冷的一個情況 接下來就慢慢的一個轉情 那風向的部分來說的話 這幾天會明顯的一個吹東風 先由吹東風開始 慢慢慢慢轉為偏南風 有點偏南風的一個味道在這個裡面 所以未來這幾天會有一些偏南風的氣流出現 各位來看 預計在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明顯的偏南風 但是很快的就會轉為偏北風 所以這種轉換的過程呢 什麼事情就會發生 家裡面呢 如果你禮拜一禮拜二要注意一下 可能會有點反潮的現象 特別是過去這幾天 很冷很冷 一下子變得很暖 又吹南風 這個對家裡面的那個感覺起來這個水喔 水滴 這個地上都會有水 要注意一下要開除濕機喔 要趁機會這個曬衣服 亮衣服趕快趁這個時候 那另外的家庭應安處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很大幅的轉變 那另外一個就是容易有一些 濃霧 在下禮拜一二恐怕容易發生 請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下一波這個禮拜三禮拜四的這個東北風 目前來看的話威力不弱 整個你看這個紅通通的一片 這個就是屬於東北季風的風勢的影響 那溫度的部分整個就回暖了 回暖了 台灣各地都會白天會回溫到二十幾度以上 很舒服很舒服 請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 不過北方還是零度在上下附近 10度大概在長江流域附近 所以 最近這個變化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下禮拜這一波呢 預計 可能在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還是蠻冷的齁 零度還是有接近到廣東附近這一邊齁 其實這個冷呢跟我們上禮拜那波 很冷很冷台灣加到七度冷是差不多的 我們上次剛好有一個低壓吧 所以冷空氣就直接 從這邊衝下來 所以這次來說的話沒有那個環境了 所以 大致上呢我們台灣大概 可能會到冷氣团濁的一個水準 所以下禮拜的溫度呢 好三天 從明天開始 一二三到禮拜二溫度 各位來看二十四五度 很舒服了 北部的溫度這樣很舒服 清晨的溫度呢還是只有十五十六度 但是到了禮拜三 各位來看這個大幅度的轉變是禮拜二到禮拜三 這個變化是很大的 預計呢 12到17度就跟今天一樣涼涼的味道的溫度 會持續一個兩三天左右的時間 接下來就慢慢回溫 南部呢 更溫暖了 24到27度 清晨也可以到16到18度 但是接下來山市也會略為的降溫一些些 要稍微留意一下這個變化 我們給大家建議 明天持續的回溫 東部偶雨 請大家好好把握下周二 白天前的好天氣 真的要好好把握 趕快洗衣曬衣 一定要好好把握陽光去曬太陽 另外呢 慢慢的可能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有一點難風 家裡面很容易返潮要注意濕度的問題 那下周二晚上 冷氣團道要留意這波的變化 我們在這次的禮拜 我們在這次貶下周二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